我们飞云金教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教育员自己的哲学体系 所以前面呢我们讲过了西方哲学中间的怀疑论 西方的怀疑论 洛克的白板说 以及奥卡姆的剃刀 以及我们非常有名的康德他的物字体世界 而今天呢我们继续介绍两名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其中的一名 他就是海德格尔 当你了解了不同哲学家的哲学思想 你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 在一个道的层次上重新审视交易 欢迎来到飞云金教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这里一分钟插播一个硬广告 如果大家想系统的学习基本面 技术面盘口日内交易 大家可以登陆飞云金教官方网站 这里面有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最详细的课程 而且今年我们还给大家构建飞云的哲学以及心理学体系 能够帮助大家不但解决技的层次 还要提高到道的层次 感谢 好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马丁海德格尔 他的德文原名是 Martin Heidegger 然后呢 他是出生于1889年 去世于1976年 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他这个出生的年 这一年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呢 这一年是理睬发疯的这一年 在理睬发疯的这一年啊 出生了两名划时代的这个思想家 哲学家 一个就是海德格尔 一个就是维特格尔斯坦 这两名哲学家是整个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他们两个哲学家的生平 整个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我们一起 这一期 这两期我们讲海德格尔 后面呢 我们就会讲维特格尔斯坦 好我们再看一下 他呢 是出生在德国 他的一个贫穷的农村 在农村 那个时代如果你要想改变命运 只能够去读教会学校 就是由教会资助到学校 所以呢 他教会资助了之后 那么他肯定将来 立志就是要当牧师 这是他的一个理想 所以他教会学校之后 他考上了1909年 考上了福来堡大学 他当时是学的神学 所以人的这个命运 如果不会被一些突然性的情况改变的话 很多人就像这样子走一辈子 包括我们后面讲的 吴特格尔斯坦 都是这样子的 当年他的命运被什么改变了呢 他的命运就被一战 第四十七大战改变了 他一战参战之后啊 可能再回到福来堡大学的时候 可能他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化 这个时候 他就改学了哲学 正好又遇到当时 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 叫胡塞尔 胡塞尔呢 在哲学界被称为现象学之父 现象学的创始人 所以针对老师很重要啊 之后在一九二七年 他写了最著名的存在于时间 就这一本书就奠定了 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一九三三年啊 这个时候纳粹上台了 希特勒上台 他由教授最后被希特勒任命成校长 这个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污点 但是也并没有证据表明啊 他就是怎么支持希特勒 总之呢 就说这个是他的人生一个污点 所以到一九四一九四六年啊 他和中国的一个渊源啊 一九四六年 他翻译过中国的道德经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还是一个渊源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污点之后啊 当纳粹德国啊 最后被推翻之后啊 他基本上就完全的消失了 然后一直到一九五九年退休 一九七六年离世 也就是说他的整个的人生 就是啊 在写了存在于时间达到了辉煌啊 之后由于有污点 整个人生就慢慢的消失了 但是呢 无论如何 他在哲学史上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就是他简单的生平 好 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讲一讲啊 现在我们开始讲一讲 他到底为什么能够在哲学史上开宗立派 好 我们在讲之前啊 就说他这个人也是很有特色的 因为海德格尔这个人呢 他写的东西很有意思 他的东西都是一种以诗意的语言 就是你看其他的指摇家康德也好啊 或者是维德格斯坦也好啊 或者是我们以前的黑格尔也好 他们的东西都是逻辑严谨 但是比较枯燥 而且比较无聊 说实话 一般的人根本看不进去 他的东西也比较难懂 但是呢 他的句子读起来非常的有诗意 非常有意思 比如我随便找两句给他读一下啊 你可能一个字都听不懂 但是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 世界在上手状态中隐而不显 只在脱落中向此在而显现 你是不是觉得 一个都听不懂啊 不知道说什么 但是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啊 没那么晦涩 没那么单调 人充满劳累 但失忆的息居在大地上 是吧 这个这个是被很多文艺青年引用的一个句子啊 人失忆的息居在大地上 这个很多文艺青年最喜欢的一句话 所以他这些句子 整个书 他存在于时间 整个书 很有意思 他读起来有很多很多这种句子啊 好 这就是第一个失忆语言 第二个呢 他这个人的生活也比较有意思 因为他可能是从小跟了这个教会学校的原因 他一辈子比较清平 就是说他虽然当教授 他也是住在他的乡下 就是这个大学乡下的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小木屋 那可不是别墅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这个山里面这个木屋 很简单的一个小房子 就是拿砖瓦砌的一个小房子啊 他的人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啊 他整个这一生基本上都是在一种安静平静 孤独啊 中间度过的啊 但他孤独他还是结婚的啊 只是说他的整个人的状态是一种这种状态 好 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所以说你如果有了在有一个哲学 你能够学通的话 你会发现大多数的人过得都是非常超然洒脱的啊 好 这边我们就快速的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到底为什么呢 开创了一个时代 好 我们以前啊 不管你是我们说到这个黑格也好啊 康德也好啊 还是在往前推啊 我们的苏格拉里也好 我们总是在看这个世界 它是个什么样子 是吧 我在这儿 是吧 我们在这儿 然后这个世界 它是真实的 还是虚幻的 有人说是真实的 有人说虚幻的 有人说是物质的 然后呢 海德格就说啊 在我之前 整个的哲学史 就是存在的遗忘事 就说你们总是在研究具体的物物啊 具体的这个精神领域 或者是我 但是你们从来没有研究过存在 存在这事儿 本身就特别有趣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存在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存在 存在为什么会存在 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专门研究存在 好的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讲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我这边的讲解 是根据我阅读了大量的海德格尔的书籍 以及大量的一些教授专家 他们对海德格尔的讲解 在我自己的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实不存在于正确与不正确 主要是看能不能给你一定的思维启发 好 在我的理解里面 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存在是一个整体 存在和存在者 它不是一个概念 比如这个桌子 它存在 我们这个人存在 这个东西存在 但是它只是一个存在中间的一个存在者 它不是存在本身 存在本身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存在 它从什么时间开始存在 要存在多久 但是存在本身 它没办法研究 那么怎么研究呢 我们只能够研究存在者 存在 它是在存在者的显现的情况下存在 好 我们进一步划定存在者 存在者里面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一个事情存在 一个桌子存在 我们这个白板存在 存在者里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存在 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 所以它要把存在者里面化成一个叫此在 这个此在实际上 它只能是人 那它不想用人来说明 为什么呢 有可能我们这个人还是 就是你怎么知道 就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动物 它没有思维啊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更高级智慧的东西 在我们之间呢 所以说你不能说就把人限定死了 就是我们只能说此在 就是此时此刻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人 那比如说我 云聪 此时此刻我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就是一个此在 好 这个 这几个概念啊 大家先先先想一想 很有意思 反正你如果说人话 说简单一点 是人 好 人这个东西 好 人这个东西呢 它又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人 你此在出现之后 那么你要打交道是吧 你要和周围发生关系 那么和谁发生关系呢 第一个就是物 就是物体 就是物体 那么和物体发生关系的时候 他认为一般的有两种状态 一种叫上手状态 一种叫有待上手状态 上手状态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那比如说我们穿了衣服 那你有没有随时随地感觉到有个衣服的存在 没有 比如说我现在近视 我戴了眼镜 但是是不是你经常就感觉不到 你还有眼镜的东西存在 还有像把我们中国的古语叫 那个刨丁捡牛 当他把这个技术用得非常熟练的时候 他已经完完全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还有就是开车 特别是手动的 如果学过手动的朋友都知道 开始的时候特别特别难 但是到最后你越开越顺 最后换挡 踩离合 你没有任何的感觉 就是你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这个就叫上手状态 那么如果你明确的感觉到它的存在 那比如说眼镜碎了 我一下子看不见了 那么我就感觉到我就有待上手状态 这两种状态很有意思 就是和物打交道这种状态 那么你这个此在就是我们的人 这个此在就是我们的人 你除了和物打交道 你还要和其他的此在打交道 就是人和人打交道 人和人打交道 这个时候很有意思 这个时候非常有意思 他提出的观点 这个观点我非常喜欢 这个观点叫什么呢 叫做抛 叫做抛 抛就是抛弃的抛 就是丢出去的一个抛 你这个人呢 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不是自己选择的呀 我们选择在一个穷的家里 一个富的家里 我们古代现代 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 当然有一种那个灵魂观啊 什么灵魂转世说啊 说你是自己选择 这个我们就先不说啊 总之抛开其他的不论 我们从我们的科学来证明 人不是自己选的 不是我们想来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是被抛进来的 这是一个抛的状态 然后你看啊 你每一个人 每一个此在 和其他此在与物之间 你会形成一个层层的关系 这个关系啊 我云聪 我把它定为一个 蜘蛛网结构的关系 这个书里面没有 还是我自己发明的啊 就是我也不知道其他的书有没有啊 反正我自己想到了 蜘蛛网般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你 你是这个蜘蛛网上的一个点 是不是 你在这一点上 这个蜘蛛网上 那么这个网 是个什么网呢 是一个时间的网 是一个空间的网 是一个意识的网 你这个网上 你是必须和别人打交道的 你出生的时候 你父母就会教你这么做 你的文化会教你这么做 比如咱们中国传统五千年 仁义理智孝 是吧 这些东西就会灌输给你 然后呢 然后你的文化 我告诉你很多东西 你出生的地方 它的饮食 比如说 那个北方吃牛羊肉比较多 那比如说你在四川 你又要吃辣 比如广东 你要吃辛辣 你要喝凉茶 这些文化就会 就像一个网一样 把你缠绕住 你是很难挣脱这个网的 你这一辈子 都会有这个网的迹象 所以呢 你被抛的时候 你实际上被抛在一个 时间和空间和阶层的 这么一个蜘蛛网结构上面的 一点上面 这个是我说的 这个 这个不是书上的 你们去看书 没有的 好 那么我就想把这个抛 把它引入 就是给大家讲的更详细 那么举例说 你是被抛到这个富人 很有钱的人家里面 这一点上 然后抛到现在 那么你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那么你就有个很好的家教啊 他们从小给你培养啊 那么你可能是很优秀的富二代 也有可能是很很差的富二代 那么如果你被抛到这个富人 阶层但是被抛到中国一九六几年 那么你就很倒霉了 你不要被打击成右派 然后有可能会被折磨 致死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时间点 这个空间点 你是没有办法解 摆脱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 可以穿越整个时间空间 把东西全部联系在一起 好 那它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现在看海德格尔讲的另外两个概念 另外两个概念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 此在的交出 其实这个此在的交出说得非常的文雅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把自己融入我的这个群体 融入给大家 它里面这个大家的概念 这个大家 实际上不是指的一个个的人 是指的你整个的社会的文化氛围 你的这个传统习惯 你和你周围打交道的所有东西 人和物 这一套东西 这个大家 其实我认为就是用蜘蛛网 蜘蛛网结构的文化 习俗 人打交道 更形象 你说大家这个蜘蛛网 你把它交出去 你把你自己交给他们 那么你交给他们的时候呢 你要干嘛 你会有好奇 你会有牵挂 你会有闲谈 你会有操心 这些都是海德格尔的原话 就是说海德格尔他虽然是个哲学家 他用大量的这种日常的生活语言 诗话般的语言 就是告诉你 你是一个凡人 当你是一个凡人 你要把自己交出去的时候 那么你要和大家融会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有这些事情 是吧 操劳 好事 就是搬弄是非呀 各种各样的东西 好 但是问题是 当你把慈在 就是我自己 交出去之后 你就会成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沉沦 那那个沉沦不是贬义词 他这个沉沦是 你把你自己完完全全融化在这个蜘蛛网上 而且又不逃离出去的这种状态 叫做沉沦 好 这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们就叫非本真状态 但是呢 有一天 你突然感到自身的存在 然后你会独自面对虚无的可能性 这个说起来 听起来就是比较绕也比较文雅 这什么意思呢 当你有一天你发现 我们说中国有个古语叫 温水煮青蛙 就是一个青蛙呀 你在一个水里面 不断的上升的时候 青蛙是感觉不到你这个温水的 因为你和大家已经融入一片了嘛 当你突然惊喜发现 哎 这个我这一辈子到底该干点什么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为什么存在 当你忽然开始想这种哲学问题的时候 海德格尔的话说 人生真的才有意义 这个时候人生才会焕发出新的意义 而这个新的意义 海德格尔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的这个就变成一个本真状态 你就产生了时间 产生了新的时间 为什么 当你在这个非本真状态 沉沦状态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没有时间的 有些时候真的大家想一想 这个话说得太好了 你们是不是 假设你是一个公务员 在一个普通的大会 每天在那边昏昏噩噩沉沦的时候 可能一晃十年就过去了 过去了之后你不知道你自己干了啥 是吧 你回去想天哪 我这二十年这时间干了啥 你啥都没干感觉到 那么只有当你忽然顿悟 就是产生胃的情绪 这个胃的情绪 你感觉到了自身的存在 然后独自面对这种虚无的可能性 我们后面讲什么是这个虚无的可能性 然后用他的话说 是把此在逼回了自身 寻找到自己的本真状态的时候 时间在你这个节点上 就产生了一个你的一个世界 这个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我们再来想一下 也就是说当你昏昏噩噩 过日子的时候 时间对你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当你忽然惊醒 下定决心 那他说良知决心 来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去改变你这种沉沦的状态的时候 你的心的时间就产生了 好 我们现在来说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 海德格尔他自己的观点就是 向死而生 就是向 其实他的原话是 向死而在 面向死亡的存在 好 我们下一次再讲 然后我们先不说向死而生 我们说后面的 除了向死而生之外 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改变你的这个状态 什么状态呢 就是思维 改变你的思维 那么如何改变你的思维 就是要靠两个办法 一个是读书 一个是空间位置的改变 好 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 你是被抛到这个时间节点 被抛到这个间歧的空间节点 你要从一个地方改变成的地方 你已经被这个支柱网套住了 你已经被这个支柱网变成一个沉沦状态了 那么你要改变这个方法 就只有改变你的思维 当你的思维改变之后 你的这个思维可以贯穿整个的古今 它是四维度的 你的思想它是四维的 它不是三维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才有可能从一个支柱网跳到另一个支柱网 从一个阶层跳到另一个阶层上去 这思维 思想是唯一的一个可以连接四维空间的维度 好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你物理上的改变 比如说 我以前在中国 我突然去美国走一趟 走一趟之后 是不是思想好都不一样了 美国待个四五年 我看到过什么东西 感受过什么东西 我又去拉美待四五年 我去非洲待四五年 当你空间发生改变的时候 你周围的支柱网状的结构 你认识的人 你了解的语言 你所知道的风土习惯 它又完全不一样了 于是你的思维才能改变 于是你才能够解决这种被抛的状态 解决沉沦的状态 所以 现在大家明白 为什么咱们古语都是说 身体和心灵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鸡汤 实际上背后有很深的哲学道理 只有你的身体在路上 你才能改变这种结构 你的心灵的思维 不停的思考 不停的跳出这种沉沦状态 你才能改变你的环境 好 非常感谢 这一集啊 我们就讲到这儿 然后下一集 我们继续讲海德格尔 我们继续讲他的 向死而生 我们继续讲海德格尔